經過兩小時的賽庭 每一組的學生小孩 露宵來電影他們煮吃的料理 用翁來鼓勵和豬肉燈燈 用主題來進行發揮 然後又專業老師擔任兵信 在兵分的過程 也為學生來提出建議 然後交的 就說不是很交的 是再賣下來就多了 這都是就是我們都有 加入烘焙元素 像我們有卡皮加嫩蛋 然後也有法式薄餅 還有今天的法式脆薄餅 新包菇然後刻出包裡的形狀 然後我們先用大火炸 把汁收乾 然後再下去滷 它吃起來的口感是 Juicy和爆漿那種感覺 爺爺的比賽是有台專銀行的學生小孩 兩個人一組彈向他們的手藝 我們在國際大學 有的家親大家從館來農給三片的英雄 協助農民來推銷 雖然出頭到在地的業者 一直都會上單位的合作 基本基本的創意兩立比賽 那我們要推廣的話 就是我們台灣的美食 跟在地的文化 所以說我們今天的話 有三道的菜餚是指定的 在調味還有噴火候的控制上 其實有事後會有不守的現象 這個也是他們要改善的 在選材方面的話 因為學生本身對材料也不是很懂 所以因為也沒有市場試過 所以這方面的話都選材 然後在倒工方面 在噴條方面 其實都要去治癒它的 然後表示頭過比賽 你希望各在地的產品 用這個料理頂頭來做發肥提供 讓學生來增加主持的經驗 你若有機會會繼續基盤 記者 女性 差不多